發現這電影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心理測驗的電影 為什麼 你的性向到底在哪個 光額的哪一個 直男進去看 他有可能會看到最後 整個人是慢慢傾眼慢慢倒閃 哇 這是一個什麼樣 我無法理解的世界 所以我們回到那個 愛的很基本的本質層面來看的話 其實性能不足 對 你是羅斯福吧 我還是上了一個人 他叫Rose 我想知道他在哪 我其實是Rose的雙胞胎哥哥 羅斯福 那你一定知道他在哪 哈囉大家好歡迎收看阿神跟貝 我是阿神 今天我們邀請到了街大歡喜的導演 陳柚依導演跟魏英娟導演 好我想可以請先導演簡單跟我們說一下 這是一部怎樣的電影嗎 是一個非常有想像力很瘋狂很有趣的 一個不是你習慣中的一個電影 但他非常簡單 然後非常可愛的一部電影 對 就是非常自由 你只要放開一些感受 所以你繼續看不要想太多 不要想他跟你熟悉的好孩的電影有什麼對比 你可以去留言他 因為我覺得大家看電影的經驗其實很多了 可以接受很多各式各樣的東西 好然後我覺得蠻好奇的 因為街大歡喜這部片其實本來是改編自 莎士比亞的一個一部劇叫做 街大歡喜 那怎麼會想到要來改編莎士比亞這部劇本 基本上街大歡喜是一個喜劇 然後他其實是莎士比亞那個年代的一個賀歲片 然後他講一個一見眾啟四對情人 那是有點瘋狂的 那我覺得在這個年代來改變這樣的一個瘋狂的慢慢的時機 我覺得很有愛的倦能量 而且很多可以玩耍的地方 因為他是個精品的作品 那就是我覺得在這部片裡面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從一開始 然後就先看到了計程車司機 然後他講出了他們說同婚一過關之後他們就去登記 然後還有後面有一點跨越性別的愛 那我想問導演就是為什麼會想在這個時刻 然後端出這部電影來 就是有兩個點 對我們自己的點是 我第一部電影叫做花生的女孩 然後就是講女生的愛情 基本上他是講四對女同志的愛情 然後十年之後我在想 性別這東西是不是有點改變 如果觀察到整個我們隨便生活在路上 感覺到性別已經跟過去不太一樣 所以就想拍一個片子來反映當下的性別這個狀態 這是對我們自己的原因 那對於整個社會而言是 剛好我們在創作這時候 創作這電影的時候 創作這電影的時候 台灣有性別的公投 然後後來也通過了性別同婚的這個法律 所以台灣成為亞洲第一個可以讓同性可以結婚的國家 然後就覺得這跟結婚關係好像有點相 因為結婚關係最後是在一個四對戀的婚禮 婚禮上就是做一個ending 所以我們就想那不如把這些東西結合在一起 可以滿足我也可以去反映這個當下的社會 好 那導演 因為我感覺到就是在這部片子裡面 就是想討論就是 愛到底愛這個東西嗎 愛這到底是什麼 那你覺得 在你想要傳達的地方 愛會是什麼 是什麼 我覺得就是回到人的內在很本質的那個 愛怎麼愛自己 然後認識自己 然後再往外 如何跟別人分享我的心 如何愛我 如何跟別人分享我的心 所以我們回到那個愛 愛的很基本的很直層面來看 其實呢 性別不重要 對 放在我們這個所謂的一性連的社會裡頭 那個機制 性別其實不是很重要 所以我們回到很根本的那個 去感受那個真的 愛的人 就是愛一個人 就是愛這個人 對 而不是在發的性別是什麼 對 好 然後 因為我覺得這部電影還有在它的 時空的設計 蠻特別的 就是把西門町變成一個 無網路區 那 不知道導演 在創作這個地方的時候 是不是觀察到社會中什麼樣的現象 就是 網路這件事情 對我而言 好像網路是一個很可怕的事情 好像脫離不了它 所以 就想在片子裡面 裡面可以丟掉它 所以就設定了一個 沒有網路的 武陀邦 親密地 然後去 去對應 莎士比亞那一年 我們還講的亞特森是一個 那時候的武陀邦 對 然後 可能對 就是 因為英娟是 主要的編劇 拿卡 可能對這樣的事情也有不一樣的卡 我自己是很不喜歡網路 然後我們的臉書也關掉很久了 然後 我覺得 想要回到一個比較正式的生活裡頭 因為我們在網路裡頭 待久 所有東西都變得很虛擬 也很標籤 對 然後 我會覺得 我們對未來的一些美好 我想到當然 我說 我覺得那個幸福的價值 或生活的美好 應該建立在 真實的這樣的一個接觸上 不是我透過一個網路虛擬的按讚 這樣的 當科技當年要的地方 但我還是更懷念那個手作的時代 成功的簡單的 直接的交通 因為這次 是英娟導演你第一次 就是 擔任電影的導演 對 那不知道 就是這次跟 洪毅導演的合作 的過程 是怎麼開始 就是為什麼這次您 親自來的男人導演 呃 其實我們有一些分工 我們的分工也還算很清楚 但是 我們可能會比較 針對 劇本 改寫 還有 演員的訓練 還有跟演員 溝通分析角色 還有包括在 排練場台 也 對 有分工 基本上 因為這是一個 有很多 政治正確要 兩個導演的合作 因為這是 改編薩斯比亞 然後 英娟她是一個 劇長導演 她曾經創立了 薩斯比亞 妹妹的劇團 所以我覺得這是 政治正確 要做 然後 另外 這是一個 全部女生去扮演 的 的 電影 那 一個男導演 勢必會很孤單 所以 早就跟女導演 一起來合作 我覺得這是一個 保護我自己的 但是 我覺得 這分工有很多很多 好處 就是 剛剛講的 還有 就是在 整個拍攝的時候 我們兩個是非常 不一樣的人 然後可以 在一個電影裡面 把各自的專長 放進去 然後互相的 複補 所以 現在出來 我覺得是一個 跟我過去片子 是不太一樣的一個片子 然後 蠻適合 這個劇本 跟這個 這個電影的 因為這部片 也用了很多 很可愛的風格 包含一些可愛的 叉叉圖 或者是音樂 那這個 詩詹弘一道理之前 你的電影 比較 寫實的風格裡面 不用寫實 比較 成的風格 沒有的東西 實際上 我一直很喜歡去 找 電影的可能性 不管是在聲音 或是在視覺上 所以我過去的片子 都一直有一些 視覺的 想像跟 創新 可是這部片 可能是 最極大慘的 那為什麼會這樣 我覺得 因為這是一個喜劇 這是一個 街大歡喜 這樣的一個體產 這又是在講一個 找去 個人制 有的在援助的時候 他們就是要逃到養生生 去去 找到自己 最屬於自己的 一個 狀態 不受 社會 制度下的 一個 樣貌 所以 這是 反過來講 它是一個追求自由 所以我覺得 在創作上 也應該是 找去 最大可能的資料 所以我們在視覺上就想 我們怎麼去呈現 街大歡喜 那有一個討論 後來就決定 把這片子 有點 變成街大歡喜的 繪本 薩斯里亞 街大歡喜的繪本 所以 你有很多 插畫 還有 game 可能還有字卡 還有一些很可愛的 小插圖 來讓你感覺 它是一個 不是那麼一個顯示片 它像 你在看一個 過去四百年前的一個劇動 它重新的 編寫成一個 無線帶 大家可以去理解的 一個電影 有點像 童話故事的 對對對 那 不知道最後 兩位導演 有沒有什麼想要跟 接下來要看的觀眾 分享一個話 我想要問 問你就是 你剛看我的話 你想 聽聽 你一個 十七歲 在台灣的 青少年 然後 可能 過去 並不熟悉 三十筆 也沒有看過 街大歡喜 你是怎麼去 看這個電影 那 看這個電影 給你什麼的感受 這個我比較好奇 我會覺得它是一部 近年來 最能夠整理 或梳理 台灣LGBT的族群 信念的一部電影 我很喜歡它的樣子 而且它是 很可愛 然後可以讓大家 呃 就算是 平常看小影片的觀眾 也可以親近的一部電影 喔 哈哈 這好男朋友 一個十七歲的高中生 想出來 我覺得 比電影看很多 沒有 而且而且 而且沒有送好萊塢店的 洗腦 我特別喜歡就是 最後最後 最後 啊我不知道又要爆雷了 我很喜歡最後就是 包含他們要生小孩的時候 決定性別 那個 那個 那個雖然是一個很可愛的情節 但是它象徵性別刻滿印象 就是男生藍色 女生粉紅色 再來又有一個 呃 電影園突然就冒出一句 讓他自己決定自己的姓像啊 就是用一個白色 我覺得這是 很有趣的東西 然後還有最後那個 我喜歡 你不男不女 嗯 就這也很棒 這就是 愛的本質 我也很喜歡自己 對啊 愛一個人 不是愛他的幸福 OK OK 好 嗯 好 那音樂到底有沒有想要跟你講 嗯 我今天觀眾就放輕鬆 然後 就享受了一波很新的地理 不管在形式上或音樂上 或者是 改變下去這樣 感覺就很傳統 但它其實很新 然後感受你的愛的很美 好 我不透露 好 就我很 就是我們在做很多適應的時候 發現這電影是一個 好像是一個心理測驗的點 為什麼 測驗你的性像 到底在哪個 光顧的哪一點啊 對 就是一個 直男進去看 他 他有可能會 看到最後 看到最後 整個人是慢慢情節 慢慢導致 哇 這是一個什麼樣 我無法理解的世界 可是有些人 他可能進去 大概三分鐘就覺得 喔 我認同這個世界 這就是一個 可能未來會存在的世界 所以每個人 進入這個世界的時間點不一樣 可能從五分鐘 十分鐘 四五分鐘 或是 你慢慢的開始之一 我的世界到底是在什麼地方 這是 什麼 跟我不一樣的世界 那我覺得這非常裸不虛 就是 可以讓你知道 我們一般 刻板的印象到是什麼 就像 我 整個拍完我 最近常在街上 什麼就是看 一面而來的 各式各樣的男生 我覺得 喔 原來這是男生 喔 原來這是男生 為什麼跟我們店裡面的男生 有這麼大的差異 大家印象中 男生都是那樣嗎 短頭髮 短頭髮 然後 有點鬍子 比較粗曠一點點 然後精細 那如果這樣 我覺得 店裡面的男生 實際上 是我更喜歡 就是 帶一點陰柔 帶一點點俊美 帶一點點就是 不是那麼 那麼 那麼 那麼粗曠的感覺 可是 可是一個 美男子嗎 對 就是應該這樣講 他就很像我們最近常流行的 韓國人 喔 就是俊美的 對 對 對 就是 為什麼我們搭配那些 然後 我們可以整 就是 我們是不是要讓我們自己就是 慢慢變成那個樣子 就是 看完 啊 就是我做完 最近有一些體驗 就是原來 現實的世界的男生 就是 是長這個樣子 怎麼都活在我的幻想裡面 就大家可以看完之後再去觀察街上的男生 就有不一樣的想法 好 那今天非常謝謝 洪一導演跟 英娟導演 然後大家也要記得 如果喜歡粉片記得訂閱 然後 開啟小鈴鐺 然後按下面所有內容的連結 然後也別忘了 我們三月要進西月去看 街大歡喜這部電影囉 好 謝謝大家 掰掰 掰掰